怎么样呢?在这边先做这两个 然后再到这边插入什么? 三米幅,所以最近喜欢过的,有个三米幅 那 range 的话呢,就是一样公知这个范围 OK 那 criteria 的话,记得哦 因为先找前三名的 再把后三名加上去 因为它不只有end,也不只有or 所以我们要做两次,跟刚刚一样道理 所以 criteria 要大于等于这个储存 特别注意哦 因为 criteria 一定要是一个文字哦 所以记得哦 双引号先加 大于等于 特别注意,大于等于 那后面的话呢 要把这个资料 帮我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后面来 那记得哦 它是文字 它是储存格 如果要两个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诶 还应该有印象吧 我们必须加一个什么? 串接符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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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end 这个储存格 那特别说,你一定要写成这样哦 否则他 看不懂你的意思哦 OK 所以呢,串完之后 就会长这样 如果大于等于什么 F2 的那个储存格的词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 就是帮我把它累加起来 不过特别说,sum range 如果sum range 跟range 是同一个 就是你要判断的条件范围 跟要加总的范围一样的话 那这个地方sum range 可以省略 OK 所以这个我把它省略好了 OK 按确定 那这个就是 所谓的那个什么 前三名的工资 所以他们前三名工资加起来 然后再加什么? 后三名加上 所以呢 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那改哪里呢? 这个一样 把它改什么? 小于等于 这个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叫 这个储存格 这个 G2 OK 然后其他都没改 本来大于等于 改成小于等于 然后F2改成G2 那这个就是什么? 后三名的工资总和 然后把它加起来 这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呢 我们是分两个阶段 是先做这两个 再把这两个东西 就是这两个储存格 放到这里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一次一七二成 这个不要 但也可以啊 你就把这个公式 把它什么? 复制之后 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F2 的 盖上去就好了 这样 然后 打个勾 一样 那这个的话呢 就把small Ctrl C 取消 再把它放到G2的位置 打个勾 那这两个 就会把它删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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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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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